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Gloria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化妆品卖得非常便宜 而且来香港购物是非常的疯狂的 那到底应该去什么地方买化妆品呢? 那今天Gloria就要跟大家来点评一下 香港的五大化妆品开价商场 Let's go! 很多小伙伴经常会问我说 如果来香港的话去什么地方买化妆品比较好 那我今天呢就会给大家介绍 五家在香港最出名的连锁开价品超市 分别就是莎莎Color Mix 卓越 万宁的屈城市 那我们现在还等什么呢? 马上开始吧 我先讲一下莎莎吧 那莎莎呢 她是香港第一家开始做这种 开价化妆品连锁超市的 然后整个家族现在超级有钱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 香港最出名的这种连锁超市 而且她应该也是香港 就是分店最多 就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莎莎 产品种类非常齐全 基本上你想买的都可以在那里买到 然后无论是药妆也好 彩妆也好 或者是药啊 营养品啊 这些都 洗护用品 这些全部都可以买到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两年 要讲翻Color Mix 我觉得最近这两年Color Mix 有奋起直追的架势 她跟莎莎很像 因为她也是粉红色的招牌 而且她其实现在分店也蛮多的 基本上在大型的商业区 你都可以找到Color Mix 那Color Mix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莎莎她有日装有韩装嘛 但是Color Mix 我觉得个人觉得 她比较focus在韩装 因为她最近几年才兴起了嘛 然后而且她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 无论最近网上就是什么item比较红 就是无论是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还是 总之就是hot item 它很快就可以进到货 就是你只要看到说 大家都在讲这个产品 然后你去她那里找 就肯定基本上90%可以找到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夸张 所以我蛮喜欢去逛Color Mix 就是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大家网上blogger介绍的那些 好用的产品 就可以买回来试一下 然后而且另外 我觉得她最近呢 她也不光只是focus在开价产品 就大家可能觉得 开价就是比较便宜的那一种了 但她现在慢慢的会有卖一些 稍微高档次一点的 比如说Giventry啊 Dior啊 YSL的唇膏啊 然后 Airbion的健康水啊 Fresh的面膜啊 就是它不一定很全的 就是比如说YSL的唇彩 唇膏 你不要想象说 它可以像那砖柜一样 那么多 那么全 但是你买得到 而且比砖柜便宜很多 所以我觉得Color Mix 是我个人在这五家里最喜欢的 而且另外要说一下价钱嘛 我个人觉得 Color Mix 跟莎莎的价钱是差不多的 但是不同的产品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参差 或者是某家店打折的时候 但是on average 我觉得Color Mix的产品 比莎莎要便宜一点点 没有便宜很多啦 可能一个产品便宜一个几十块 几块钱 但是如果你买的多的话 可能就会便宜的比较多 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去Color Mix 呃 是我个人的preference 那好 那下面呢 就要讲一下桌月 我觉得桌月的特点呢 就是 呃 它里面设计的特别的开架 就是真的是一进去你就觉得很乱 就是它是这五家店里我觉得摆设最乱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逛明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好吧 然后它就比如说它彩妆它都不会按牌子那样分 彩妆它都是直接一堆堆在那里 然后就是煤比一堆 然后呃 眼线比一堆 这就是很难分 然后而且它卖一些牌子 可能是台湾或者日本的牌子吧 我不是很熟的 还有就是桌月他们那里卖很多吃的最近 所以它最近走的路线就是它会把一半的店 变成卖各种各种吃的 而且那些吃的真的卖的很便宜 就是比外面的呃 那些店卖的便宜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些比较流行的小小零食什么的 呃 卓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虽然它是卖化妆品的 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卖零食很好的选择 但是我个人觉得卓越的店好像貌似没有 莎莎跟Color Mix那么多 就是它分布的没有那么广泛了 在大的商业圈就比如说像望角啊 尖沙嘴啊这种的地方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家 呃 很多家卓越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般的一些住宅区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区就 比较难找到卓越 到最后呢就来讲一下另外的两家就是屈城市的万宁 那屈城市跟万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貌似在内地都有 但是它卖的产品跟内地不太一样 它卖的呃 它卖的产品还是比较香港化的 然后我觉得这两家也比较像比较像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们其实化妆品是它们的一部分啊 但我觉得它们还比较偏重于卖营养品啊洗头用品啊染发用品啊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药品就是它会比较偏重于这一方面这起码我觉得像如果colormax 基本上是全家店都在卖化妆品的话呃 万宁跟屈城市大概是有一半在卖化妆品一半在卖保健品跟药品这样那屈城市跟万宁的区别呢 我觉得屈城市相对来说化妆品会比万宁再多一点万宁就给我感觉更更加像是卖呃 保健品跟护发品的店总体来说就是这样那另外呢就还有一点就是呃 每一家这五家里面每一家店都有一些独家代售的产品比如说像呃 the face shop就是在colormax独家代理的然后misha misha的那个产品就是在屈城市然后莎莎的话会有比如说can make 日本的那个can make还有很多其他的莎莎有很多独家代理的 然后卓越的话就是那个wolf还有那个淤美就是淤美好像是一个 那个台湾的牌带日本的牌子然后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wall 最后万宁的话就是韩国有一个牌子我最近还蛮喜欢用就是face in face 是只有万宁有独家代售的所以就是如果你要买某一家特定的产品的时候 你可以上网去search一下看看它在哪一家有的卖那最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小tips要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除了这些连锁的大型超市之外呢香港还有很多那种个人开的药店就是它叫药店呢 但是它里面其实会卖化妆品啊然后日常用品啊比如说那些洗护用品啊 卫生纸啊之类的那我个人就会觉得说如果平时我要买一些什么牙膏啊洗衣粉啊之类的东西 我就会去那种药店我都不会去超市买我会去那种药店买因为药店里面卖的会便宜很多 而且就如果药店也有在卖一些网上的hot item的话那些化妆品的hot item的话有机会会比大型超市便宜哦 所以大家如果逛街的时候看到也可以进去稍微转一圈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对于这五家香港特别出名的化妆品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最后记得点赞分享还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